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尤其是在座假如是各系的网管的同仁应该曾经就被荼毒过 对不对 因为标准中心他会帮我们买一个GA code 然后到我们各系的网页 那埋进去之后到底要做什么用呢 今天孙老师会给我们大解密 那埋进去之后 suppose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到底是谁透过什么方式 哪些关键字进到我们这个网站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 到底我们现在的网站到底一有没有效 二 如何让他变得有效 三 怎么样让我们希望的对象能够顺利进来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去改善我们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往后的目标 那这些目标一定都是比如说为了招生 或者是为了宣传我们自己学校的绩效 或者是宣传各系的特色 那所以GA它是算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一个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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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那今天请到孙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然后GA怎么用 然后他整个在网络上面行销的概念让大家知道 那我不确定 苏老师会不会跟各位讲 就是你只要上了网 其实所有资讯就曝光 那在GA或者是在其他的媒体上面都可以看到你的呃点网络顶级的行为或者是你在确实的这个这个过程都会被都会被注意 那这个是在行销上面很重要的关键 那我希望大家呃能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哦呃跟来一起把这学好 那今天我们只安排6小时 可是实际上这些课今天课程内容那因为我我跟呃立方老师我们在外面也上过累上过像这样的课上了6天啊 所以6天跟6小时其实是呃蛮严重的压缩 那今天就请他就更让大家呃知道GA还有网络上面行销非常非常前卫的一些概念哦 那让我们整个名字的那个行销或者是在招生上面工作是可以有大幅的提升呃因为时间不太长哦 所以我就不让小长讲话 哈哈哈哈 那呃接下来我就请苏老师是不是借各位热情掌声了欢迎苏老师 好各位大家早安 好我们今天要来上这个GA就是google nanopix也就是奇摩呃也就是google的中文它的意义我们都叫谷歌谷歌谷歌它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那个数字好就叫google那google这家公司呢 其实之前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就是他把youtube的买下来 等一下跟那个老师讲一下然后再拔 天价为什么要买youtube 就是因为他要抢世界第一 你不要做一下味道 他不管再怎么做一个影片频道 他都不可能变成世界第一 干脆他就买回来世界第一的一个影片的频道 这样可以了解哦 那他接下来要做好多好多的东西 例如说 google的文件 google四传表 google简报 google analytics 网站流量分析 甚至google 我今天我还会再介绍到 因为我们会谈到关键字 那关键字呢是要用google chain的 那因为还有花钱的行销方式 像google works 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全部全部google公司 他把它定义叫做google suite 就是整个一个套件 如果说如果说会校去申请 去申请 现在校园是全校免费使用 教育版我现在强调是 教育版是免费使用 里面还有包含power BI 对不起 但是他相对应的大数据分析 不是跑比安 那是微软公司 那相对的在这个地方 这个sweet 如果你将来月后 你要出去外面使用的话 一个使用者要15块美金 这是最少 而且每个月都要缴的钱 所以这必须要请各位了解一下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来试着使用一下 google suite 那google analytics只是其中的一套 那注意我们今天在讲的是这个网站流量分析 好我我喜欢食物的教学 所以我的所有课程我都希望说你们亲身体验 但是GA这个课程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要请你们大家去应用 他把所有的报表全部都画好给你看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解读这些视觉化分析的结果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不是你们在去画图 如果你们未来 未来你想要去做 例如说两个系所的网站流量分析 对不起你们就要学另外一套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大数据分析 因为他这边只提供一个 对不起 单一网站的流量分析 可以了解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管 管五个网站 管十个网站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做比较 会 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自己学会 例如说我们就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课程 叫做大数据分析 例如说Power BI 来教各位来去做如何管理 好那今天只能着重在单一个网站 他的一个流量分析 那如果要讲到三量分析的话 我们就要用Google Trend 所以今天我也会讲到那一段 我的范例讲义我都放在这边 那今天各位不是都有一本书吗 对不对 其实坊间我有看过 三个三十分钟上完GA的课程 也有两个小时 也有很多天 很多天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你就必须要去知道说 假设你手上你有很多个网站 你要如何去管理 那如何透过大数据分析的工具 来帮助你实现多网站的管理 好那我的范例讲义都在这里 还有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WeChat跟Line通通通都给各位 方便各位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我一对一的一个互相联系 民国一百年之前 我是在聚强电脑公司 专任讲师 也就是帮他授课 新竹伊北各公家机关 后来我就在想说 我应该还有更高更远的远见 或者是更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想我应该要再自我的提升 所以我就跑去了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硕士 现在已经念到博士班 然后第六年实在是很难毕业 可是我还是希望说 结合我的一个咨询专产 能够跟生物专家跟医生 能够有一个交流 然后对于人类癌症 有一丁点的一个贡献 我就觉得这是我希望走的路 那我有三十多张的国际 国内的电脑证照 也写了五十多本书 后来发现大家都不读书 然后就都不再去买书 然后就把自己的教学影片做成 就是把它放在YouTube上面 让大家方便去搜寻 来去看影片 所以我大概放了快三千部影片 在YouTube上面 所以也变成了一个YouTuber 好 那我们 接下来我就想直接进入到 我的这个GA网站流量分析 来给各位观看一下 首先就是我的范例讲义在这里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就第一件事情 我先打开我的Chrome 打开我的Chrome 因为我给各位我的范例讲义 是一个网址 HTTPS 冒号 斜线 go.gr 斜线 YTZ RXT 注意这个R跟T 最后 最后这边 这R一定要大写 T也要大写 然后接下来 您可以观看一下 像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在这里 2019年11月19号 然后这边有影片 到时候我会把相关的影片也放上去 可是可能已经要稍微再等一段小小时间 大概也许是一个礼拜 然后这边有讲义 有范例 好 例如说点选讲义之后 我就可以去 这个是观看 观看我的讲义 然后这边可以去进行讲义的下载 然后接下来我把它放在我自己本机的下载里存档 这样子就下载了这个讲义 然后我们稍微来去观看一下 因为你们已经一本书了 所以我想书本内容绝对比我的更清楚 我们来大概观看一下 其实当我去教Google网站分析的时候 网站流量分析的时候 我通常会先从什么 先从认识GA是什么 开始 然后接下来 我就希望说你稍微花个30分钟 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站 你总要有一个网站 当你今天有了这个网站之后 你才会想要去行销你的网站 你才会想要去看一下 到底谁来你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别人看了些什么 对吧 所以一刚开始我会希望说 教你快速的30分钟 我就做成做出一个网站了 然后做出一个网站之后 你可能就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网站能够被人家找到 对不对 因为你今天做一个网站 你不去做网站的登录 你这样的话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没有办法搜寻到你的网站 所以网站登录 现在如果是Google Google公司它已经拿掉登录了 它的登录它叫做我的商家 商店的我的商家 这也是Google suite其中一套 其中一个APP Google suite它简单说就是 整合了几百个几千个甚至几万个 甚至可以说几亿个APP都放在上面 因为它有太多太多的游戏在里面了 也就是APP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做完网站登录 我们就开始要去思考说 那我怎么样去做网站的流量分析 那这个时候呢 你这个网站怎么埋这个GA 这个GA 埋进去这个网站 如果说你是自己做的一个网站 怎么埋进去 这我都希望说能够告诉你 你到时候自己有一个网站 你就可以来去做那个网站的一个就是追踪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GA的资源 GA的资源怎么找到GA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了解 因为当你今天埋进去之后 你接下来你要等至少要等一天以上 它才能够有 例如说当天的流量 即时的流量 当然你可能最好是等 例如说有可能有7天 14天或者是一个月一个季 这样子它可以去做 去做就是本周的流量分析 本月的流量分析 本季的流量分析 好 所以就开始 接下来就会有一些 针对使用者的流量分析介绍 针对网页浏览量的使用者的网站流量分析 好 那在这个地方你就要去了解这些是什么意思 早期我们早期我们这边看到的 像例如说什么叫跳出率 好 这都是蛮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报表 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些报表 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到底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这当然今天早上 就会整个跟你们分享完毕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些 你是不是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我是不是也想要知道 那个声量 声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我又把那个Google圈的 我必须要告诉你 好 例如说好了 我就想要去预测 例如说某两所学校 名字我们会跟哪一所学校来去互相比较 名字我们会跟哪一所学校来做声量的比较 没有吗 我们最近的北科大 北科大 台北科科科技大学 好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所学校 例如说好了 学生来自于哪一个县市比较多 好 如果说他告诉我们是新北市 还是告诉我们是台北市 还是高雄市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会了解了这些事 然后再去做一些招生的一个策略 所以这些都算是一个网路的声量 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只是希望说大概告诉你们说 还有另外一套软体叫Google Trend 它可以去做一个声量的一个分析 那所有这些种种一切 全部都是大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基本议题 这样可以了解 我们现在做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Google公司帮我们画 只画一个网站 这样了解吗 那你们未来要去思考的 请问 例如说好了 子宫器会不会想要跟子管器来去做比较 这里面就看不到了 你就要自己去画 这样可以了解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能会简单的秀一下 告诉你们 原来Power BI来去实现这件事 也不是那么困难 就是蛮简单做到的这件事 好了 那我们就从第一件事开始讲起了 就是 首先你们要先认识一下自己自己的网站 而且你们都已经有埋GA码了 所以这一段呢 这一段要不要教 如何埋GA码 不要教 要教 大概要多久 不会很久 这个是一刚开始你们认识什么是 为什么要埋GA码 你后面会觉得更好一点 我花一点点时间简单介绍一下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 你要跟着我一起来去操作了 首先 首先 我们一定都要有一个GA的账号 对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GA 这个不会讲很久 就是GA它其实是Google公司开发出来的免费线上工具 好 然后 你 到时候 你要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在你的手机上面 来去观看 所以你要去下载 下载的APP 我现在跟你讲 其实你就打GA就好了 这个 这个图是 对 我的封面 这个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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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要请各位拿出你的手机 因为到时候我们去观看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观看 你自己的网站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去 手机下载 这个GA 这样可以了解吗 它的图是就是讲这个样子 好 那 接下来呢 在这个网站里面 因为我们要去 要去 使用它 所以 我们要去使用这个 GA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一下 就是这个GA是什么 GA 它是一个 就是进行网站资料分析 那你应该知道 跟网站有关系的资料 无非就是什么 谁 来观看我们的网站 然后看了我们这个网站的行为是什么 它是不是打开到 例如说我们这个网页 看了这个网页 就直接 换到 离开GA 离开自己这个网站 例如说 打开名字的网站 它 先到首页 然后接下来再到资工系 然后再看完资工系 再到 再到图书馆 这样子 也是一种行为 再来就是 在这个网站里面有网站浏览 例如说 这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 他是不是看一次看两次看三次 所以他这边分两种使用者 一种是什么 新使用者 一种是活 活的使用者 现在还就是会经常来你的网站的使用者 然后接下来呢 他会用视觉化分析来去呈现 他就画那些统计图表给你看 好 这就是GA 那稍微注意一下的话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G Gmail 你就可以申请一个GA了 好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来观看一下 如何如何去做一个网站 因为你没有网站 你就不能去了解什么叫GA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麻烦就先到Google的网站 然后请登入 登入 我现在我举例 我用这个 我用 teacher.0 小老鼠 Gmail.com 来当作是我课程的一个交讲 但事实上 这只是为了讲那个网站而已 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输入网址 继续 接下来 我们就要到我们的云端硬碟 到云端硬碟 用云端硬碟 以我的习惯来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建立一个资料夹 所以如何建立资料夹 新增资料夹 新增资料夹 假设我叫做网站 好 我叫这样一个名称建立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在这个网站里面 我现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我新增一个档案 新增什么档案呢 在这个地方 它提供有Google文件 App 有Google试算表 App 然后我现在要做网站 所以它要用的工具是Google协作平台 所以点它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的网站的首页 所以我会直接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做孙再阳电脑教室 然后这个网站呢 这个网站叫什么名称 在这个地方输入网站名称 孙再阳电脑教室 然后最后做一件事情 做一件什么事 发布 这样子我就有一个网站了 听得懂我现在在说的意思 你要是没有网站 后面什么事情全部都不用谈 因为我们的课程叫网站流量分析 我们现在用的手法就是 我要去透过有做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会发生的所有的行为模式 是我们希望来探究的 好 所以这个最后 最后做一件事情就是发布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有一个 有一个网站 那这个网址叫什么 全部大家的网址都统一 HTTPS冒号 斜线斜线 site.google.com 斜线 view 底下 底下还要再接 例如说 这是我的 这是我这个网站 假设第一个 已经有人使用了 第二个 好 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当我 因为我以前我都是用teacher teacher点上 然后 来当做是我的网站 现在我为了教学 所以我这边有0000102 好 然后接下来请注意 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这就是我的网址 然后点选 发布 这样子我的网站就做好了 可以吗 所以我要请你们动手去做一下这件事情 因为等一下方便我去交奖 买GA码这一件事情 好 没有GA码的话 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去完成那个GA网站流量分析 好 那麻烦 我会带着你们再做一次 如何做好一个网站 我刚这样子的方式我已经建好一个网站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这个网站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测它的一个网站的行为模式 所以你至少要做两页三页 那网页网站里面 它其实网页它是有成熟的阶层 例如说现在这一页它叫首页 所以如何快速快速做出第二页第三页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插入页面 主题 这些主题就是相对的一个美工的设计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页面 举例来说在这个首页 首页 我现在首页里面 我想要在它下面增加指页面 所以就点选新增指页面 那这个指页面 那这个指页面 例如说我叫做最新消息 然后点选完成 好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就是首页下面会有指网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看到 它就自动帮你去建首页底下的阶层 再接下来请回到首页这边 再新增一个 我就可以在它的下面 再建立指网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 新增指网页 好 在教学频道旁边去选 新增它的指网页 例如说这个指网页 我就把它改一下 例如说假设我就要大数据分析 然后完成 我再做一个办公室应用 新增指网页办公室应用 那你看你要做什么 是不是在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就有简单的一个阶层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切换 例如说我要切换到最新消息 这是不是最新消息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甚至我还可以切换 教学频道底下的办公室应用 它就在网页这边做切换 当然我也可以随时切换回去到首页 可以了解 做完这件事情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要提醒你们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在这个地方没有储存档案 你做完就是做完了 你只有编辑 只有修改 只有删除 但是你有没有去做储存这个动作 不需要 因为当你做完 当你做完这个档案 它就自动帮你储存 也就是说快速点两下 你又可以再进行 刚刚内容的编辑修改 例如说首页这边 我刚并没有做储存 可是这些资料内容 是不是都还是存在的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透过这个页面 增加几个不同的子页面 如果您时间够 就麻烦再多做一点美化的动作 美化的动作 因为这个网站的美化不是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请你们登录自己这个网站 因为这个网站我快交完了 因为这只是一个过程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认识GA 然后埋进去网站 好 请你们现在做至少有两三页 因为等一下我们再讲网页行为模式的时候 什么叫跳出 跳出率是怎么算的 我都希望大概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我忘记做一件事情 我做完了三张网页 我没有做发布 那网站上停留的 就是在网站里面停留 还是只有营业 一定要每次做完 你就记得去发布 那网址没有再换来换去的 那你一定会很好奇 那网页 网页 都有一个网址 那他现在就会自动把直网页的网址 就是赋予给他中文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这里会要慢慢做直网站 然后记得 记得最后做完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发布 好 不好意思 那我画面我就不切换 你看像现在这个网站 一定要进行发布 发布这件事情 他就快速的把我整个网站都发布出去了 发布到网继网路 好了 那接下来我就要告诉你们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这个网站 他有没有 有没有可以做 可不可以做 GA网站流量分析的关键 这样可以了解 来画面就用一下 请问一下 我现在这个网站 我随时我都可以拿出来做编辑 这我想没有问题 快速点两下我就可以打开 然后来去编辑 可是你这个网站 你这个网站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必须要埋进去GA GA才会帮你做网站流量分析 那它是怎么埋 它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 它的功能是不是就只有在这个地方 好 回到上一页 回到上一个动作 回到下一个动作 然后在这边预览 然后这边还有复制 以发布那个协作平台 就是网站的网址 这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超连结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与谁谁谁共同管理这个网站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点点点 就是更多 好 因为它功能没有几个 其中有一个叫网站分析 那在这个地方 它只要一件事 它要你的GA追踪ID 有看到这个吗 有看到这一个 好 我等一下我就是要告诉你说 那你怎么会有GA追踪ID 这件事 这样可以了解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把这个GA的追踪ID 取得之后贴到这边 然后储存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这个网站就可以开始进行 GA的网站流量分析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关掉了 因为我的意思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GA 如果不埋进去这个GA 这边 你就怎么样 根本就没办法做GA网站分析 没问题 那我这边我就要请你们登出了 像这个网页我可以关掉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登出 可以吗 我的网站教学已经讲完了 更多的美化 因为刚刚那个网站不好看 对吧 你如果有兴趣 想要学更好的一个网站制作 让它变更美化一点 让它更多的分隔线 影片超连结 我就请你们 请你们只要到YouTube 然后输入我的姓名 再加网站制作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这相关的影片了 可以了解 因为那不是我们今天上课的重点 好 那现在就先麻烦请你离开 离开刚刚那个GA网站了 你还没有买GA嘛 对不对 另外GA追踪ID你还没有买 现在我就要 请你们真正的进入到各系各系的自己的网站咯